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南巡路过金陵,发现这里的风水非同一般,于是命人切断山脉,使淮水流入金陵,把王旗泄散。 从此,这条运河就被称为秦淮河,从东水关到西水关码头内的秦淮河两岸,六朝时便是名门望族聚集之地。 山谷云集,文人汇翠,如雪鼎盛,素有六朝金粉,十里秦淮,江南加利地,金陵帝王州的美誉。 夫子庙是中国第一所国家最高学府,中国四大文庙之一,是砖坑外,是外地人来南京必打卡的第一站。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,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,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都会举行情怀灯会,尤其元宵节时这里万灯齐鸣,游人如海,十分热闹,是精灵的一大盛景。 乌依相是东晋王岛,谢安两家豪门大族的宅地,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依以前身份尊贵,乌依相因此得名。 王岛是东晋初年的宅相,以书法建成,他的侄子更是鼎鼎大名的书圣王羲之,谢安谢玄兄弟是肥水之战的总指挥,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福建军队,王谢也成为了后世名门望族的代名词。 唐代刘雨夕曾在此怀骨,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依巷口夕阳侠,旧时王谢唐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,写进了沧海商田,乌世仍非之感。 江南公园始建于南宋,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,影响最广的科技考场,抵生时期能接纳两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。 民族英雄文天祥,汽游记作者吴承恩,杨周八怪之一的真板桥,晚清争议人物李鸿章等一大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,都曾是江南公园的考生。 即明清时期,全国就有半数以上的官员出自江南公园,被誉为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。 吴静子在秦淮河边写下汝林外史,就生动反映了这一科举盛况。 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也是在这里考取第一名,成为应天府戒猿,后应受作弊冤案牵连而心灰意冷, 成为了唐伯虎的伤心地,历来才子爱佳人。 秦淮河的一案是无数举子们实现他们昭为田舍郎,木灯,天子堂,人生报复的出发地。 另一案是隔江游唱后庭花的《清歌漫舞》,怪不得秦淮河成了最香艳的一条河。 秦淮八艳却是明末清出这些商旅中的另类。 八艳中有令吴三桂冲冠一路魏红颜的陈媛媛,有相传令顺治皇帝悲痛出家的董小婉,有清军空破金陵城后头江殉国,鼓气以往胜须眉的柳如氏,有对爱情十分忠贞,撕破桃花扇出家的李湘君,有为明朝国公诸国必俗生的侠侣寇白门,有被封为一品高明妇人的顾恒波,有明王后字号玉京道人,归影山林的殿玉京,有用一生去等一个人空谷幽兰的马香兰, 八人都经历了游民到清,改朝换代的大时代,相比好多明朝官员的贪生怕死,他们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,却能表现出崇高的民族节气,与杜牧笔下不知王国恨的商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白鹿洲把秦淮河隔成两条水道,李白曾在此写下,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将自流,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鹿洲,时光荏若,白鹿洲虽已不是过去的样子,但这里的亭台楼阁,小桥流水, 仍然让人心醉,老东门位于中华门里东,是南京传统民居的聚集地,老街兼具灰派建筑和江南园林风格,有树香门地,有创意街区,古典与现代相结合,走进时给人一种瞬间穿越感,市井坊间浸染六朝烟火器,中华门原名聚宝门,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,结构最复杂,规模最大的堡垒城门,最有天下第一共产之称,中华门外的常干里是中国江南佛教的圣地, 李白的狼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,同居长干里,梁小吴贤,便写于此,青梅竹马和梁小吴贤这两个成语也由此诞生,大包恩寺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庙,前身是三国石孙权所建的建初寺,婚姻名城主朱弟为报答其生母之恩,重建并改名为大包恩寺,大包恩寺琉璃塔高达八十多米,九层八面,九宝转出有琉璃, 甚至数十里外的长江上也能看见,被17世纪进入中国西方传教室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,琉璃塔早已毁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,现在附建出来的玻璃塔虽然有些恶俗,多少也算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弥补,2008年从大包恩寺地宫中出土了一枚震惊佛教界的如来佛佛顶古舍利,如今这颗舍利已在牛首山佛顶宫长期供奉,牛首山因山顶东西双峰,形式牛头双脚而登鸣,南宋时,岳家军, 曾在此累租攻势,伏击金兵,牛首山大劫后岳飞成圣追击,将金兵驱逐过江,收复健康,佛顶宫建筑以供养为主题,共分为大小穹顶两部分,大穹顶情如袈裟,小穹顶犹如发迹,建筑美轮美奂,是珍藏佛族顶鼓舍利,接受信众参拜的主要场所,自明代以来能经就有春流手秋七霞之说,七霞山的红叶很有名,适合北京香山,苏州天平山,长沙粤露山,西明的中国四大赏风圣地, 每年10月到12月期间会举办红风节,持续50多天,届时满山红风颇为壮观,历史上曾有五王十四地登陵,其中乾隆六下江南,五次常驻七霞山,七霞寺始建于南岐,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,与浙江天台的国庆寺,湖北当阳的玉泉寺,和山东济南的宁岩寺合成为中国四大名刹,七霞寺以东不远有一座18米高的舍利塔,外壁上各有生动传神的浮雕,十分典雅精致, 南北朝时期,南京佛教兴盛,渡墓诗云,南朝484,多少楼台,烟雨中便是写照,七明寺始建于西境,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,时任历代皇家寺庙,香火一直旺盛不衰,自古有南朝第一寺,南朝484之首的美誉, 南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曾先后私自所生出家鸡鸣寺,让大臣拿出大量钱财为其出身,还在寺内半部断酒肉纹,从此佛家改吃素,天族高僧菩提达摩来建康史,也曾居住在此,与梁武帝一番攀谈后,二人不欢而散,从此后达摩祖师从燕子基伊尾渡江,到河南开创了禅中祖庭少林寺,寺的东北边有一口烟之井,相传随灭城时,城后祖陈淑宝与妃子张立华呈藏入井中,当夜被随 冰所行,石井栏上沾上了张立华的烟之痕,烟之井因而得名,从基民寺穿过台城琴墙可直达玄武湖,玄武湖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,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公园,六朝石就是皇帝们休闲和超越水师的场所,被誉为精灵民珠,在古都城市中有许多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命名地点,这些都是古人用来只是方位的代名词,比如即使没有去过朱雀桥,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是在城市的最南边,而玄武代表的是 是北方,因此玄武湖又称北湖,于武汉的东湖,杭州的西湖,嘉兴的南湖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湖,也有人说北湖是指锦陵的太白湖,这点有争议,墨仇湖是组成区内仅次于玄武湖的第二大湖泊,因锦陵孙前修建的石头城而又名石城湖,至古就有江南第一名湖,金陵第一名圣的美誉,刘雨昕曾在此座,三维故国,周遭在,朝打攻城,寄墨回,加上卖身丈夫后投湖自尽的墨仇女传说,多少为这座 六朝信计惊天了一些悲壮,总统府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,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,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,也有西风东建时期的建筑遗存,1912年中山先生在此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,也是解放战争时期运输大队长,常凯生宣布优势在我的地方,紫金山又名中山,自古被誉为江南四大名山之一,有中山龙盘的美誉,山中各类名声古籍多达200多处,分为中山林,林孝林,林古四三大部分, 美林宫位于明相林东面的小红山上,新建于1931年又名小红山关底,由远东第一别墅的美誉,空中俯瞰美林宫全景会意外发现,寧原路向项链,红山上的环山路向项链上的吊坠,而美林宫像镶嵌在吊坠上的绿宝石,据说这个创意是藏凯生为取悦富人而精心设计,从美林宫往西走300米就能到达明相林, 梅花山因梅花闻名,山上种植各类梅花近万株,品种繁多,初春梅花盛开时,满山梅花争奋斗艳,由人如知,梅花山原是三国五大帝孙权的墓地,相传朱元璋修建地宫时看中了这块宝地,传子请示是否将孙权墓迁往别处,朱元璋说孙权也是一位好汉,把他的墓留下来,给我看大门吧,这样孙林完整保存了下来, 明孝林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大脚马皇后的合葬林寝,枕山帷幕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林寝之一,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林寝之首,孝林代表了明珠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,直接影响明清两代二十多座帝王林寝的形制,北京的明十三陵,河北的青东陵,和清溪陵均按孝林的规制和模式景见,因此明孝林在中国帝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,有明清皇家帝林的美誉, 许多人对南京的第一印象不是福子庙,不是秦淮河,而是从明孝林通往中山林的梧桐大道,被英国女王称为上有天堂,下有书航,南京有绿郎,和心爱的人走在这条爱情隧道上,那种感觉和画面一定很美。 中山林是孙中山先生的灵寝,整个建筑群依山式而建,由南往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,从空中俯瞰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,建筑风格融合中国古典与西方建筑的精华,既有深刻的含义,又有宏伟的气势, 且均为建筑名家之作,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林,音乐台吸收了古兴大建筑的特点,照臂,乐坛的西部处理,则采用了江南古典园林的表现形式,从而创造出开阔宏大的空间效果,这样的设计听交响乐肯定会很爽,但如今这里只是个微格子的地方,林古寺位于中山林以东一公里处,始建于南朝梁武帝时期,世纵供奉有玄奘法师的林古舍利,朱元璋彻封其为天下第一禅林,是明朝佛教三大寺院之一, 无良殿是明代林古寺仅存的一座建筑,整殿不用一根梁柱,全部用砖石垒层,这也是我国现存五大无良殿中历史最悠久,规模最大的一座,林古塔高66米,九层八面,登上塔顶,众目远眺,可观赏整片中山林海和南京的适用全貌,令人心旷神疑,乐而万返,南京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 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新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,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中国三大博物馆 朝天宫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,无王夫差在这里野铁驻建,北松石建文庙,明代命名为朝天宫,是皇室礼拜道教诸神和学习朝建天子礼仪的场所 明故宫是北京故宫的蓝本,曾作为明初洪武,建文,永乐三朝的皇宫 直到明城主朱棣迁都北京,明故宫逐渐冷落,先只剩地下埋葬的石垢建基础 岳江楼高52米,外观明寺安三攻七层,朱元璋称帝前,曾在此指挥数万府兵 击败了陈永亮40万人马的强势进攻,正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也由此阅兵出发 登上岳江楼,放眼远眺,北边的长江和南京长江大桥 东南边的紫金山以及金陵城全景,尽收眼底 这些就是南京的主要景点,五湖乱华时的西晋东渡 南宋时岳飞的收复失地,袁墨时的大明统一,林墨时的江南群绪 抗日战争时期的浴火重生,每次经历危难时都有南哥挺身而出 与其说秦始皇破坏了风水,定都南京的王朝都短命 不如说南京这座十二朝古都就是为力挽狂澜而生 我转风空,盛世风雅乱世路无踪 盛不转,施不转,千尘飞独今后 江山一梦情有独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